欢迎来到不在家 你好,我是婉君 不在家记录了我和朋友们外出游玩的过程 他们是我无数个不成熟,不深刻,也不寂寞的瞬间 记录并整理下这些声音 让我在过往的时间中得到一些珍贵的人生助脚 如果你喜欢不在家,并想促成一些合作 欢迎联系我 今年三月,我在贵州和几位朋友待了几天 在这近一周的时间里 我们从贵阳到至今,从安顺到观岭 在大山,瀑布,冰灸和玄关洞中 不断地行走,寻找和感受 置身其中,时间仿佛停滞一般,绵延 无数次我错过按下录制的时刻 无数次我们停下回头 在这云贵高原和广西丘陵的中间地带 我们每天也在用各种美食抚慰自己 一天三变的天气和好吃的牛肉火锅 刺激并安慰着同行人疲惫的脚和心灵 如果你对这些声音感兴趣 如果你恰好想去那里 欢迎继续听下去 收听音频时 你可以同时在备菜,拖地,收纳衣物 也可以躺下,放松地沉浸一番 建议收听时周围环境相对安静 你可以稍微调大一点音量 或者调整耳机为降噪模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